到了镇远 把车停下来了 找这个停车场啊还挺难的 我们先到了这个 杨幼粉 我们停这个是镇远站 镇远火车站的一个 停车场 收费呢挺贵的20块钱 刚开始他说 房车不能停 后来我跟他讲 我们只是在这逛个街吃个饭 那就可以 我发现这个镇远这地方停车还挺难的 找了一个窝窝 不好停 可能车多了 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 后来要附近晃了几个 我们这个车太高了 只能是那种小型车能进去 大型车进不去 后来我才找了这个位置停的 好了 贵州这个镇远的风景区停车 确实很难的 好了我们现在去找个地方吃饭去了 这儿呢就是那个镇远的汽车站 镇远呢是前中南下边的一个县 老县城 今天中午太累了不做饭了在外面吃点 他们当地啊就是酸菜鱼 酸汤鱼 酸汤牛肉 还有啤酒鸭是他们的特色 还有凉拌的米豆腐 这旅游区呢价位呢还可以 诶 诶 是哈 鸭 这是他们当地的特产 我们吃一下 这是凉拌的米豆水 也是当地特产 刚才吃饭两个菜 184 大家说贵吗 好我们已经回到车上了 小结一下吧 镇远这地方呢 房车停车啊是比较困难的 刚开始我们按窝窝上找啊 找到还那个正午中心 正午中心呢停车 满了 里边的一个收费的停车场 也停不下了 后来我们又换个窝窝 在古城的边上 那个车 床车可以进 小的B型房车可以进 我们这个车也进不去 后来我们就出来了 找到这个火车站 这是他们的火车站 然后在这里停的车 刚开始进的时候还不让我们进 看我们房车 后来我讲我们只吃个饭 玩一玩就走 不过夜 让我们进来了 收了20 这里吃饭呢也挺贵的 我们两个菜 当然了喝了一瓶碗老吉 1184 总之这个旅游景点 确实是 房车太累了 房车收费太贵了